哈喽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又来我们每天的盘后总结 今天大盘就不太好看 这是QQ的日线图 昨天在这根比较大的绿K线里面运行完以后 今天就开始往下杀 但是好的就是现在收盘 它是收在这根K线的中间 就没有完全收成那种大光头的阴线 稍微就会好看一点 那给我们的一个警示 就是说不能太浪,要小心 我们再看回去日内,看五分钟的图吧 这是五分钟的图 今天一开盘没多久就开始 在这里杀一波,然后在这里横 横完以后做了一个箱体 露一下,然后再反弹 还好它反弹回来了这里的中轴 所以现在空军没有完全占优 空军来讲我估计这一波已经用了他们不少子弹了 总体来讲现在还是看多 尽量摆得低 尽量摆得低 就好像我自己就在这里 今天做了两波日内 这里做了一波反弹 这里也做了一波反弹 然后呢 在这里杀下去以后 在这里我就观察 它有力量 有放量 又回来了 算是一个破抵方形态 所以我又进去了 进去了 这第一目标我就看 这个位置 看这个位置 之后的再慢慢看 可能到这个位置以后 我会把止损位上调到进场位 那基本来说 不需要担心太多 如果是 是怕的话 如果我们明天还要看 明天它没有破今天的低点 就还行 暂时来讲还是OK的 那看一下这SPY SPY的 以这个日线形态来看 它昨天一直在 前一天的大阳K线的上半部运行 但是今天呢 几乎这根阴K线 就把前天的大阳K差不多 又复制一遍 但是它是从上面杀下来 从日K线来看 它还是一个震荡 在这里上去以后 然后就震 所以呢 多军还是不需要太担心 什么时候需要担心呢 可能首先把这根破了 然后再看这里 如果这里下面都破了的话 我才需要担心 以日K线来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五分钟的日内 跟QQQ有点相像 杀一波震 但是它这里的震负 就要稍微 稍微的 大一点 然后呢 它现在已经差不多反弹 回来了 震荡区的上演了 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多军不需要担心 啊 依然维持节奏 buy the deep 但是IWM呢 就 没那么好看了 这印跟印K线 把前面的这些低点都破了 都破了 虽然它有收了一个下影线 但是明天需要 还是需要看 它会不会再破 今天的低点 如果再破的话呢 就要 开始要小心了 可能资金 暂时还是 没有 没有去小盘股 没有去 还是在那些 有盈利的 啊 业绩比较好的一些 基本面好的一些大盘股 啊 就比如说 啊 去了 去了Google Google之前一直都有讲啊 但是就 没有想到它 今天还可以逆势的上涨 而且呢 已经到了第二目标 我们有朋友做了 第一目标 在这里 已经到了 第二目标 也已经 可以算是到了吧 因为这 这个线不是一根线 是一个区间 那所以 那所以呢 有仓位呢 可以减一点 然后再看 后面的一个发展 因为它至今呢 它轮动 已经轮动到这里了 Google 还有一个 Microsoft 今天出了新高 突破了 箱体突破 啊 所以这个Microsoft 依然看好 你要它不回来 箱体一下 就OK了 就算它回来到这个位置 可能还是一个可以考虑进场的位置 啊 继续讲一下特斯拉啊 还是很多朋友 喜欢我讲这支股票 那它今天呢 还是延续 延续 这个 鱼碗的状态 继续跌 就是往 这个区间 这里去 我觉得很大几率 要来这个区间 依然是这个看法 甚至是补这个缺口 所以有这支股票的朋友 要小心小心小心 还是这句 要很很小心风险啊 啊 这两天 掉的还蛮多的 然后苹果也看一下吧 苹果也算是一个 有可能是资金往这边走的 一个股票 但是它跟Google不一样 它破了底以后 它没有马上的 上来这里上面 没有上来这里上面 它反而是在这里 横着正 那暂时来看呢 它没有确定有趋势 只是在这里 止跌横盘 所以有可能呢 你要看它 突破这里 震荡区以后 它的反应 如果它是 突破了 回踩一下再上 那就是一个积极的反应 但是如果它是那种假的 图上去马上下来 踩一下 那你甚至还可以在这里做空 这需要继续观察 这需要继续观察 没有确定它的趋势 那天的一个跌势 要 要比较强烈 跌的还蛮多的 所以现在要小心 它有可能会回来这些区间 现在就是要看它 有没有 有没有上去以后呢 踩一下或者直接就上了 如果它继续破的话 可能要止盈 所以我们的Coinbase 虽然是120做上来的 那明天我会观察它 如果它是没有一个迅速的 回来这里上面 甚至是这里上面 那我可能就会清仓了 那这波交易就完整的就结束 看吧 明天看情况 好 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那我们就先这样了 OK 拜拜